大家好 我是凡华社长 今天是8月11号了 每天在这里为大家解读过去24小时 数字加密货币市场发生的新闻 还有盘面操作的心得分享 有什么新闻呢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 因为可能我最近也就关心这个 就是说上半年融资超14亿美元 就是NFT区块链有 他介绍了一些什么烂七八糟的一些项目 反正就是融资了14亿美元 14亿美元很多 我觉得上半年融资最多的应该是DeFi这个项目 动不动就是上亿上亿 然后各个DeFi项目里面的所仓 不是动不动就是上百亿美元 所以整个融资 当然我关心他 我是觉得这个项目可能是后期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是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上面开始布局 或者说资本 或者项目在这上面获得更多的融资 所以当然也是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个类似的项目 所以我就比较关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吧 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怎么关心盘面 可能也因为我踏空了吧 所以我现在看到每天上涨 我的心里很烦 我就说为什么你就上涨了 我一踏空你就涨 我干脆反正怎么说呢 现在多少了 现在比特币四万五 四万五 今天其实我看了一下 像这种主流的币 就是比如说比特币 还有以太币 其实并没有怎么涨 但是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二线 三线的币涨的还比较多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今天整个方向是在涨 但是我还是踏空 我昨天那一期视频不是说 我说要我进的话 我就觉得要一轮 就是说你这上涨的时候 我就不想进了 你让我进可以 你让我进去 比如说要碰到你在这 比如说一轮上涨 你至少要有个百分之四五十的跌幅 就是说从这里到这里的 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跌幅 我在进 所以说你从这里涨到这里 如果你不跌个四五十的话 我又不想进 所以反正反正我觉得 因为我说了我昨天一期视频 我说了我现在觉得因为 就是说我没有功夫 或者说没有心情去每天每天 关心整个盘面 比如每个小时一涨一跌的 然后我想把投资 当做一个长期的考虑 就是说放个三四年和七八年来看的话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考虑 短期内它的一个涨幅跌幅 那么我又那我们我居然能够三四年 我都等得起七八年我都等得起 那当然我也不在乎你这一两天 或者一两个星期的一些波动 所以我就什么时候等到你跌 下来百分之五十我再进 所以因为我现在主要的精力 也就放在 所以我要开发一个区块链游戏上面 好了我们来读一下上一期视频 上一期视频下面的留言吧 三条留言 越来越少了 以前留言很少 大家是说 怎么是说 市场很很冷清 然后大家可能都不想进 所以就评论很少 那现在市场呢 那涨了 怎么也没人来 在我这段留言呢 是不是我彻底冷清 是我冷清的 而不是市场冷清的 好了来点评一下 跟梦幻西游一样好玩 那一开始几百游也敢买 如果真的哪一个区块链游戏 他能做到梦幻西游这样的话 就梦幻西游我也没玩过 但是我听说过 但是我知道梦幻西游 他投入很大 就是说 他是一个真正的游戏的话 那他干嘛 就是说 那觉得现在现实 不太现实 因为很多人很多在区块链 这个项目上面做游戏的话 他们是我上一期视频 我说 区块链游戏本质上 它还是一个发行一个币 来炒作一下 然后就像狗狗币一样 炒作一下 其实它并没有 它并不是真正的游戏 就是说80%来 所谓的玩这个游戏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冲着赚钱来的 而不是所谓的游戏来 当然了 你如果游戏好玩是另外一回事 你游戏好玩我也更好 但是大部分的 比如说项目方 搞一个所谓的区块链游戏 他们这些人是 第一 他们可能不懂游戏 或者说第二 他不愿意投入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吗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 中国大陆哪一个什么 反正就是很不知名的一个 什么手游厂商 花了三年时间 花了三年十年 做了一个也不知名的小游戏 手游 然后被一个黑客攻击 然后勒索他 然后他不愿意支付这个勒索的钱 然后关闭了这个项目 所以我说你看做一个所谓的 也不怎么样的一个手游都花了三年时间 那你要一个比如说现在 称现在 这个题材很火爆 NFT游戏很火爆 那你说有多少人愿意花三年时间 做一个项目 然后投入币呢 你觉得不太现实 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投这种钱 在你的这个项目上面 就是说他一般来说投入 在区块链上面投入个项目 我愿意花钱 他们有多少钱 他们都愿意花 他们有钱 但是你说要他等三年之后 才能有收益 而且还是没有所谓的一个保障的收益 那估计很多人就不愿意投 他们都愿意 所以你会看到在NFT游戏里面 都是一些没有游戏 玩法很简单 完全就是垃圾 但是这个项目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快嘛 就是要快 就是要快点把这个游戏做出来 你游戏好不好 其实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赶快把这个项目 把这个项目币拉起来 一拨炒作 比如从 你发行币的时候 比如说一块钱 从一块钱拉 拉到两块钱 翻翻 然后翻翻之后酒菜进场 好 再从两块钱拉到四块钱 再翻翻 又有拨韭菜进场 然后一直拉拉拉拉 拉了之后 然后一拨割韭菜 他们不是用 就是说如果你真心花三年时间来做游戏的话 那是用游戏来赚钱 但是现在根本不是用游戏来赚钱 就是说你这个游戏好和坏 大多数人不在意 他们是用币来赚钱 就是说你发行一个NFT的游戏 然后跟着要发行一个币 然后这个币的涨幅才能赚钱 因为贵根到底所有人都是来赚钱的 那个游戏再好玩 总要玩腻了一天吧 或者说我干嘛不玩别的比你更好的 你这个游戏做得再好难道是天下第一吗 那为什么就不能去玩我喜欢的那些游戏呢 那所以说贵根到底还是一个赚钱 社长说实话 如果你真刚好比特币长期价格 你现在情形适合定投 比如下面三个月什么 把你这个月谈包 说实话我真的 我说了我也是个小白 所以你说的所谓的比特币定投 你能不能说一下什么叫比特币定投 其实我看到你的ID在我前面几期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你说什么定投定投 说实话我对定投不了解 这说出来有点丢人 就是说你还做这个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 我早就说了这是一个新的分享 我有几斤几两 你们都看出来 你们我只是来分享 所以我如果有什么说错了 我也当众道歉 在我视频里面道歉 我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我就当面承认我说我不懂 所以也没什么丢人的 你说定投我真的 我还不知道定投 如果你看到这一期节目的话 你就在我下一期视频的下面 介绍一下什么叫定投 我真的还不知道 那你定投的话 那干嘛不再买现货 就在比如说币安 或者说火币上面自己买现货 不是一样的吗 那定投到底 到底什么叫定投 我只听说空投 空投我知道 定投我还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能不能够讲一下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内容了 好了 我们来增加一个板块的内容 就是我在每一期视频下面 再增加一个内容 就是介绍一下 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进展 我现在做的项目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说的我的短板 做这个项目 短板就是美术方面 是我的短板 我现在做一个游戏 无论如何你都要有一个游戏的角色吧 游戏的角色 这个东西都需要一些美术的艺术眼光 我们可以看到 我当然也参考了很多其他的方面的 比如说不光是区块链游戏 其他的游戏我都参考 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 其实最美技术含量的是什么 最美技术含量的就是写实风格的 或者说那种烂大街的那种动画风格 就是说你找一些亚洲嘛 比如亚洲就是那种日曼风格 这个其实最美技术含量 或者说你找一些人雕刻 比如说那些3A大桌上面 把它雕刻的什么 比如说人物很写实 其实这个是最美技术含量的 不是我们没技术 应该叫最美艺术含量 真正的要养艺术含量的话 就是说你创造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创造一个游戏的角色 这个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没有 就是说你不是写实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代表什么 比如说 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皮卡丘 是吧 皮卡丘这种游戏 或者说超级马尿 还有什么其他的游戏 他们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 是没有长的 就是说他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动物 但是现实中的动物和人 不是长成这样的 你得用你艺术加工之后 做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是最有艺术加载 而且最难的 最简单的是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 你把它写实话 就是说你真实生活中 人长成那样子 你的角色就是什么样子 这是最简单 因为稍微培训一下 稍微培训一下 你就可以照着人勾描 勾描出来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是最简单 最好做好的 所以说在很多游戏中间建模 拿一个所谓的扫描仪 把你这个人一扫描 哎呀 一个人物就建模建出来 这有什么艺术含量 因为是一模一样的呢 我就可以用扫描 把它一下建出来 最快 但是最没艺术含量 但是呢 就这种没有艺术含量的 我也做不出来 为什么 我也没达到那种级别 我也没达到没有那个资本 其实最有艺术含量的呢 其实往往来说是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看 简简单单的勾勒出一个皮卡丘 这样的话其实画出来非常简单 只要你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Among U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这是一个前几个月 或者说去年很非常火的一个 在Steam上面很火的一个在线游戏 也是被网红就在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吧 被YouTuber上面炒作了 就是相当于网络上的男人杀 千黑请闭眼一样的游戏 他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你看 这个这么一个角色 他倒是模仿这个人 他们这些人在一个太空船里面 他们实际上 他们这个角色是一个人 穿着一个太空服 这样 所以这又呆萌 而且已经把这个宇航员的这种 就是说一些特征画出来 而且他简简单单几笔就能画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游戏 你说如果你要开发一个游戏 你觉得是一个写实画的人物 真正的画出来简单呢 还是画这个简单 当然画这个图形很 画这个人物角色很简单 但是呢 他的艺术含量非常高 他需要你有很抽象的艺术 想象力 你可以比如说你戴着这么多帽子 是吧 然后还有你可以做成这么多不同的 给他加一些人物背景的角色 我看一下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搞成 就是稍微把这个角色搞一下 搞成满威的里面的角色 还有你看 因为他很火爆 所以在现实中 有人把它做成了一些个玩具啊 什么东西的 其实这个画 如果你能够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的话 那么你做出来这么一个艺术角色 然后很简单就可以把这个游戏角色勾勒出来的话 那么其实工作量并不大 而且也更加怎么说 就是说信仁越是写实化的 就是越是大众 比如说像日曼风格的那种 日曼风格大家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也算是有一点技术含量 但是它已经烂大街了 也就是说你要真的在游戏里面用这种角色的话 那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要是在游戏中间用这种抽象卡通 而且有艺术含量的这种角色 来当做你游戏里面的一个游戏角色的话 那你看你的工作量其实并不大 因为你只是简简单单的笔就能勾出来 而且它的色调都很简单 你无论是从做2D还是3D的工作量来说的话 其实都不大 这样的话对整个比如说 Alex Infinity也是一样 那它的这个角色非常简单不是吗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模糊 就是一个融融的一个圆形是吧 就像一个很萌的圆形 然后在上面添加不同的 比如说脚啊眼睛啊 然后翅膀啊手啊 然后什么鞋子啊之类的 然后把这一换它的基本上的大体的 就是它大体的能够你都知道没有变 但是你简简单单只是换了它身上的几个器官 马上它的属性就一变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对整个游戏来说 第一工作量减轻了 但是呢它的艺术成分也高了 然后推广呢也会有更有辨识度 所以我现在这几天就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想做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做一个设计一个 或者说找一个不叫我设计 找一个我觉得看得上眼的一个游戏角色 然后把它加工一下 成为我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 然后就可以开始来做后期开发了 但是这个方面确实第一要有艺术修养 第二也要看一看 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这种风格 越简单越好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了 越简单而且越有个性 你越不写实对市场的 就是说如果你推广市场的话 人们越有辨识度 越能记住你这个东西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我在找一个 我找了几个 就是说其实我找了也 并不是说我要多么原创 独创 我也是在基本型 就是说你看 它这个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一个椭圆 它因为它 它的打扮是一个太空圆 所以它后面背了一个氧气仓 一样 然后一个护目菌 简简单单的几个 几个元素 就能把一个 宇航员 而且比较呆萌的形象 就勾勒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在它身上 添加不同的 比如说它的服装 它的我看到有不同的个性 比如说你添加一个脚啊 衣服上面 头发发型一变 然后不同的角色性格就出来了 而且非常简单 设计的话非常简单 而且很多人也是因为 它这个呆萌的形象 来玩这个游戏 觉得很好玩 你真的要是写实的话 其实并不 并不好 很多人看逆了写实的风格的 那种游戏 就是说 你真的写实的话 你能真到什么程度呢 你永远真不过真人 你要真到那种地步 那真的 第一你工作量大 第二 也不一定让人满意 你真的我们 你没有艺术含量了 你真的是真 就是说 真到比如说像那种3A级别的 你一说有人说 哎呀这个游戏设计论 哇皮肤多么真 你真的要是是真的那种地步 那你的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投入的资金非常大 而且你这样勾勒出来一个角色 还不一定人都喜欢 是吧 但是你搞成这种呆萌的形象的话 很多人其实是很喜欢的 而且你工作量也简单 所以我就准备套一下 就是说在一个基本的 其实很 哎 说了你们都知道 就是说很多动画角色 其实你看都一样 都是一个大头 然后身上什么东西 我也准备设计一个这种形象 稍微把里面的一个元素修改一下 成为我一个个性化的元素 然后就批量把它做出来 做成一系列的 比如说这个发型啊 或者衣服啊 然后道具啊 不会停的就做出来 但是这个要时间 而且我也在找 而且要艺术修养 但是我找好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我的游戏了 我的游戏开发的话 当然我在这里做视频的话 也希望如果你看 你们有粉丝看到我的话 如果你们觉得有好的游戏形象设计 就是你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形象很好 很呆萌 你很喜欢 而且很简单 很有个性 很有艺术 稍微修改一下 就能做出一个新的游戏的一个角色的话 你可以在我电报群里面推荐给我 然后或者说你觉得你能帮助我 也可以 也可以帮 也可以来在里面跟我沟通一下 是吧 等我这个项目如果做好了 我们都可以互相是吧 把这个利益说一下 都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 有视频的内容了 我们最后说一下 喜欢我的话请点赞 点个关注 也可以加我的电报群 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 然后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